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城市也很像 都是工业化的重工业城市 急于转型 在全国的旅游市场上也不是很占排名靠前的位置 哈尔滨按道理还行 因为哈尔滨有一个国际冰雪节 每年的1月5号开幕 看天气的情况有时候可以持续两个月或者更久 那你想1月5号开始可以持续到起码3月5号或者是更靠后 只要这个雪不化 对吧 这个冰不化 而且这个是全球四大国际冰雪节之一 其他的三个哪呢 加拿大有一个 加拿大哪我忘了 然后挪威有一个 日本的渣黄有一个 这个哈尔滨这个跟他们是齐名的 因为咱们这从温度来说也不在他们之下 对吧 然后咱们这个冰雕啊 或者说咱们这个园子 我觉得只有可能比他们更大 那这次哈尔滨这个为什么这么火呢 因为那个冰雪节每年都有啊 为什么今年才网上这么热度这么高呢 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 也有可能啊 就是有这个运营机构或者说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看到了资博的那个运营方式 就通过类似的这个方式来把整个城市炒起来 因为我有印象啊 去年就是12月份有一个新闻 很多人买了票进那个冰雪大世界进不去 就是责怪那个哈尔滨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着啊 这个危机公关搞得还不错 他们就退票嘛 退票 但是这个居然就被他逆转过来了 现在就是整个被哈尔滨的感觉 有点像去年资博 就是全国人民都要去一下 但是现在去也是应景的 就是你本来没有这些事 大家很多人也是要去那个冰雪节的 这个其中有一个小砂糖局事件 广西的11个小孩 然后他们都穿着一个橘色的羽绒服 然后就被网友戏称小砂糖局 这个营销事件做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全全网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砂糖局们的动态 后来他去了墨河嘛 墨河就当地也是隆重接待 现在又据说又去了吉林 又被接到 这个直接被接到吉林去了 就干到吉林去 吉林直接派车来接去的 因为都知道这是个流量密码 除了这个小砂糖局 还有你们河南的小玉米 这玉是河南那个玉 河南的玉 然后还有什么小土豆啊 很多很多 南方小土豆 对 然后这个利用这些可爱的孩子 带动当地的流量 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是的 因为他们是后来就真的给这个 哈尔滨运去了砂糖局 哈尔滨作为这个礼尚往来呢 又给了他们十万盒 十万盒的那个蔓越莓 因为哈尔滨是产蔓越莓的 就黑龙江 就相当于走亲戚一样 礼尚往来 这挺好 但哈尔滨这个地儿 我是觉得这个 到最后肯定是跟斯伯没啥区别的 到最后肯定这个热度过了 这个也说明人 他热度肯定会过呀 他过完冰雪节就已经没啥热度了 这个资伯 他跟资伯正好是两个城市 冰雪两重天 冰火两重天 因为资伯那个烧烤 大部分都是户外的 冬天就没人在外边烧烤了 对对对 所以资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就一方面是热度下降 另一方面就是以前 招40个员工的这种烧烤店 现在只要一个员工就够了 对他成不了那么多人 他那时候我的时候就是你天天随便找一家店去排队 排不到 白天排到晚上就都是这么排的 其实这种烧烤啊 也一点都不稀奇 我的家乡就有一个叫胖子烧烤 他是呢就是他跟我一个发小有关系 我发小呢以前在一个国营的商场做经理 然后呢门口就一对夫妻 他们在那每天下每天这个夏天的时候 晚上在那卖烧烤 但是他他得有电啊 每次扯电呢要找那个商场 是我哥们给他了行了一些方便 给他拉了个电线出去 从那以后他才开始这个走上烧烤之路 后来有了自己第一家店越建越好 我们那个烧烤店啊 真的是那个胖子烧烤 下次你到我们老家我请你去 他是真的是除了夏天冬天生意也很好 就是他是冬天就换到室内嘛 而且他是不是让你自己烤的 是他给你烤好的 我觉得自己烤其实挺麻烦的 挺麻烦的 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吃过一种叫图门烧烤 就是很早 图门烧烤就是让你自己烤的 图门烤嘛 就是弄上两层 那个其实很烦的 我都忘了 对 那很久以前的羊肉串你吃过吧 吃过 很久很久以前羊肉串 那个也是自己烤 那个是自己烤 但是旁边有个人会指导一下 会指导 他会有有链条还滚动的那个东西 那玩我估计也快过气了 现在我不知道还谁还吃那玩 让你自己烤 首先你那个额头会很 很热 所以他给你发一个那个贴在你额头上 一个降温的东西 哎呀 我就何苦呢 吃 我就吃过一次那个东西 后来也没去过 对 所以这种季节性的东西都是这个问题 那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只有60天的寿命 60天以后 你觉得 60天可能会更长 就是看天气 它会再延长一点 但你顶多再延一个月吧 你60天 你像60天已经三月了 你再延到四月份 清明你那还没画 这个不大不大现实 不可能 清明就算你那没画 人家也要去扫墓去了 对 那他怎么能维持自己的热度 其实哈尔滨的旅游资源还是挺丰富的吧 哈尔滨主要是中央大街 那个索贝亚教堂也在中央大街旁边嘛 主要是那个中央大街是真的很长 非常长 这个也 但是其实上面也都是一些商店啊什么的 我大概是2018年 现在也五年多以前去过哈尔滨 但是 那你都到那儿逛过哪些地方 留待一下 有这个索贝亚教堂 但那时候是封闭了 不让在修还是什么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中华巴洛克 这个名字呢是一个日本人给起的 日本人就是发现了 这个里面 哈尔滨这个有个地方叫道外 道外就有一个 这个地方呢 他这个建筑啊 不中不西的 给他起一个 他觉得这个有巴洛克的风格 但是又有中国的特点 所以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中华巴洛克 这个很奇怪啊 这个地儿我居然跟一些哈尔滨人说 他们不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 我说你是哈尔滨市里的吗 还是你是什么俄成的啊 什么的对吧 中华巴洛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央大街 中央大街如果咱们退回到一百年前啊 那肯定是非常爽化的 嗯 当年那个你看前两年这个电影很好 悬崖之上 悬崖之上 对 这个全永先编剧的嘛 对 全老师编的 这个就是他们张艺谋 重新搭了一个中央大街的景 嗯 那可见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哈尔滨是东北亚的一个情报交换地 嗯 俄罗斯人呢 日本人呢 呃 国共两党啊 全都在那儿活动 嗯 可能也是这个东北亚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 非常大 嗯 然后中央大街也非常繁华 我觉得东北有一个能够震撼到南方人的这个景象是什么呢 嗯 就是你冬天啊 这个卖冰棍都是在街上卖的 没有必要把它放在冰箱里啊 冰箱里温度还可能还没街上滴呢 直接就摊在那儿 还有你洞梨 洞梨我还没吃过 嗯 然后呢 还有这些 他们哈尔滨那边就是卖一些俄罗斯红肠 大脸吧 嗯 然后还有这个戈瓦斯 嗯 就这些东西 嗯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呢 他也有一些东北特有的二人传的 呃 他那儿有刘老师大舞台吗 可能有 反正肯定都会有一些这种剧场演出 我当年去了一个这个在中央大街上 当地也有一些这个人啊 有情怀 开书店 我还记得这个书店的名字叫什么 叫雪岛 下雪的雪 啊 当狱的 雪岛书店 但是我回来没多久 估计过了一两年 这个书店好像就就开不下去了 嗯 我当年还送了他们一本书 因为我后来加了他们那个书店的群 你送了哪本书 有一本书是叫米面鱼 一个一个这个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在日本的一个旅游的经历 因为他们在群里分享了这本书的这个简体版 我刚好有个繁体版 我说我送你们了 就给他寄过去了 现在这个书也不知道跑哪个人 因为这个书店也没了 这个开书店呢 嗯 在我们南方这种种知识的城市 已经是非常艰难了 何况在东北这种 对 哎呀 在东北开书店我是真挺背负的 前两天看到那个辽宁的本西那儿有一个什么书店 叫什么什么洞 什么什么洞里 嗯 我已经忘了 我心想这得多难啊 这个 呃 咱东北啊 咱们我不说别的 东北这些哥们真是一点书都不看 因为书这个东西跟二人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东西 冬季那么漫长不正好适合看书吗 适合在那儿闲唠嗑呀 所以才烙出来二人转烙出来各种这种游乐吧 东北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男的女的都嗑瓜子你知道吗 男人也嗑瓜子 这个尤其是男 咱那儿不嗑吗 我也嗑呀 一般这个你到南方很少 首先你就很少见嗑瓜子 第二男人嗑瓜子的是比较少的 山东不嗑 河南嗑 男人也嗑瓜子 我也嗑 男的一般都是抽个烟啊什么的 就一般不会嗑瓜子 可能就是女人的烟对吧 对 这个 那哈尔滨这么火 其实跟这个当地旅游部门这个不懈的努力还是分不开的吧 那肯定有一些努力的 其实我看到现在啊 有一点大家都没说 哈尔滨的那个哈尔滨站 火车站的这个站台 是最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场景 这个可能也是以前民国时候给他们弄的 那个风格很像那个 八月四分之三 啊对 就是就是很西化 他那个他那个站台就是你从那个电梯坐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两边那个铁铁柱啊什么的 很像西方的一个东西 很梦幻 这个是我也是我对哈尔滨的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印象 对这个有一组数字啊 说在这个元旦假期里边 哈尔滨迎来了304万游客 收入接近60万 60亿 60亿元 啊那是他总收入呀 但光他光建这个冰雪大世界就花不了钱了 对就是说花30多亿 反正算总账的话可能还行 嗯 因为这个东西他肯定会建的嘛 你不去游客 去少了游客 估计他们也会去 也会要建 嗯 然后就是现在已经有人帮他想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热度持续下去 怎么持续呢 呃都是一些大而空的建议 什么培植市场啊 花样翻新 哎这话谁都会说 人家官员不会说吗 人家哈尔滨官员说的比你好 对 这个哈尔滨我还想起来 还出过一个这个歌手曲安庭嘛 哦 就是 对哈尔滨他是说有热气球 要放热气球 但是那天没有月亮 他们就用无人机 就当地市政 当地这个文旅部门就用无人机 吊了个吊了个灯上去 嗯 相当于月亮 啊 这个 总之还把那个恶伦 恶伦春祖啊 嗯 请出来给他们做表演 啊 总之就是给人的感觉 就是官方和民间都在用行动 这个吸引 表现出东北人的好客 这就是我们聊的东北人嘛 对你好的时候就特别好 但我觉得他这个 我不知道他一 能不能一夜之间 把你当地的这个政商环境给扭转了 就刚才我要说这个曲安庭 嗯 他的母亲张鸣什么 好像被抓起来了 死刑啊 嗯 而且他母亲是负责什么下岗工人还是什么 那些钱都被他贪了 嗯 曲安庭还 在西方又迎合西方 说他的母亲是他的英雄 my hero 嗯 这是胡扯 就是乱七八糟 但是这种情况呢 在东北 反正我又要说这个事了 以前我在认识的东北的就是有钱人特别有钱 嗯 没钱人特别没钱 嗯 就我一个同学 他交了一个东北女朋友告诉我的 嗯 因为他想告诉我他女朋友很有钱 嗯 然后这个印象确实是这样的 嗯 有人穿第二 有人连绵大衣都 是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特别的割裂这个地方 嗯 而且他们的大部分的钱都带着原罪 因为当初都是国企嘛 都是这个 共和国长子 所谓共和国长子 然后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 就有一部分人就先富起来 对 对 也抓过几个嘛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杨荣他们 对 杨荣还有什么欧亚农业 那个叫杨斌还是谁的 对 嗯 然后这个 当然有时候你看 这个抓的这个摊官东北 这个摊的确实很厉害 而且 都去了东北发展了 都发展了三亚的这个旅游 那天呢 我看到那个本西说他开书店的那个 我把他发给了一个本西的朋友 嗯 本西朋友回我说 他说本西最大的新闻不是那个 花了几十亿找了一个这个环保的队 到底对吧 对 这就是他的一些问题 这在东北一点都不奇怪 会不会脱胎换骨呢 所以啊 现在搞笑的是就是 哈尔滨一伙呢 各地就是在纷纷的仿效 青岛说 除了哈尔滨又小沙汤局 我们又小嘎丽啊 这个 温州是说 哈尔滨的爆火 温州可以抄作业吗 那你温州其实比哈尔滨发达多了 我们就说 从这个 经营理念啊 旅游的旅游的话 就是大家一批人在自己待烦乐地方 去另外一批人待烦乐的地方啊 那 这个不管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 对于他的经济来说 都是一个增量 或者说 你的如果你的城市人跑了 你起码要把同等的人拉过来 你才不亏啊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全国 每个城市这么轮圈 倒也是一个办法 你资博热热完了 然后明年可能换哈尔滨 再过一年又换什么沈阳什么的 也可以 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这么爱扎堆 就是 就咱们这个不能独立思考一下嘛 就是一看 当然这个我觉得 抖音或者是微信这种短视频的兴起也有一定关系 因为你一刷全是个东西 尤其是抖音 这个前一段有一个人在 说这个抖音的张一鸣啊 就说他的这个 当时 他讲了一个议事啊 就是说张一鸣跟这个浙大的校长一起吃饭还是怎么着 就碰了个头 然后说 我可以用抖音来支持你们浙大 那个校长就问他你怎么支持我们 说我可以让这个高考学子这个报志愿的时候 只要一刷都刷出浙大 浙大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让他们就是慢慢的植入他们的大脑 这个叫占领用户心智 用黑话来说 这个不稀奇 所以为什么呢 你想美国它是一个所谓的自由市场的国家 为什么他对TikTok如此提防呢 因为你想我所有的数据也放你这了 他们还要再商量 是不是比如说让微软出面 把这个TikTok收购 为什么呢 让加古文收购他 为什么呢 他是足以影响你大选的 他岂止大选 任何东西我都可以影响你 我悄悄的把一个念头放到你的大脑里 让你怀疑是自己的念头 你甚至都认为是自己想的 这种东西在上一次出现 还是诺兰的盗梦空间里才出现 人家要在你梦里植入一个东西 现在这个等于说光天发生日向 我直接就通过这个算法来植入 我觉得哈尔滨就是被植入的 你像我们两个也没想到聊哈尔滨 但是因为哈尔滨现在太火了 大家就跟哈尔滨这个相对应的新闻 就说韩国 咱们都感觉他们都是 这个有一定的关联性 就是说韩国的大米 现在不是说炒到40块钱人民币一斤啊 就是韩国 一斤大米40块 对 所以就这样一个新闻说 中国很多 中国有人就往韩国去背大米 就是买张廉价机票 到釜山大概500块钱 这张机票 然后背上40斤大米就赚回来了 就算你 1600了 赚回来 40公斤大米 40公斤 那就赚1600 那机票就 可以啊 咱要不要也去 对 其实是可以的 说这个行李 交行李费都够了 挺有意思 不过我们吃的一些大米啊 什么的确实也是 确实是东北那边产的 不用那么好的大米 你给它普通大米都要卖到40了 那没法过了 因为一般青少年 比如你吃半斤米饭的话 那得20块啊 对啊 20块那你还吃别的吗 韩国人好像不太吃东西吧 这个 因为 最近说韩国米价疯涨啊 主要是韩国自己 它有那种农会 它保护自己的这个利益 不允许你进口 所以只能是 再加上这个印度不是已经禁止他们的 限制他们的农产品出口了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可以成为了40块钱一公斤 40块钱一公斤 那20块钱一斤 还行 对 哈尔滨呢 我对于东北啊 还有一个印象 尤其哈尔滨 这个在当地吃菜啊 量特别大 嗯 为什么 东北菜就是量大 东北菜就是量大 这个倒是他们非常实诚的一点 你看咱们在上海啊 在很多地儿吃的那种 就是几十块钱 上百块钱 就那么一点 这种东西在东北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东北都是大盘子大碗 大盘子 就是你跟 你要俩人 咱俩人在那吃饭 点俩菜 咱根本就吃不完 啊 就在 在南方的习惯 像我那时候 跟一个朋友在 在哈尔滨吃饭 点三菜 四个菜 哇 根本就完全不行 完全吃不完 是大鹅 铁锅炖大鹅吗 不是 就是你 你就是要一个第三鲜什么的 以后 那个牌特别大 然后呢 在东北是这样的 你点一个菜 你吃不饱 你是可以骂老板的 嗯 所以他们也有这个意识 嗯 像在哈尔滨 前几天也有一个上热搜的 一个锅包肉 68块钱 嗯 这个老板就后来就被人骂到关店了 为什么 大家背夺他呀 说你凭什么卖这么贵 不就一锅包肉吗 嗯 但是其实市场经济 你这想卖多贵 卖多贵 就是咱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就是你几百块钱 就那一点东西 在上海 就是前几天 168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东北不行 东北就是他不能在吃的上面 亏待你 或者说在吃的上面剥削你 嗯 这个是跟我们其他外地很不一样的一点 嗯 不过哈尔滨呢 以为它是黑鸡寮里面最北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哈尔滨很早就是人口是净流出的状态了 啊 就是他现在人口是往外走的 往外走的 那有几种可能啊 一种是比如说走出 走出东山省 嗯 当然了 早期的在哈尔滨捞着了很多 在三亚也买了房了嘛 对啊 我们在三亚 我也去过三亚 在三亚其实真的是满街都是这个 呃 哈尔滨 就是满街都是东北口音 然后呢 可能还真的是黑龙江去的多 因为我坐的那个出租车司机 他就跟我说黑龙江省三亚市 那可见是黑龙江可能也跟黑龙江最北有关嘛 他最冷 然后跑出来人最多 嗯 还有一个流出呢 可能就流 没有流出东山省 嗯 但是 留到上海的 留到了沈阳 上海的也有 也有 对 去东北其实挺出演员的 我觉得尤其哈尔滨啊 你像我们现在熟知的张义这种 就是 是哈尔滨的吗 哈尔滨的 哦 还有一些 就是 我一下想不起来 但是哈尔滨出了好多这种 为什么呢 东北 首先这个普通话相对来说比较标准 嗯 然后呢 又 从 性格来说又比较外向 嗯 比较喜欢演 我之前当时有一个 那个朋友也是哈尔滨的 嗯 之前也是做演员的 这个 很多 还不错的这个演员 也是哈尔滨那边产生的 那哈尔滨好像他的特产 还是挺多的 哈尔滨就刚才说了呀 红肠 红肠 然后雪肠呢 啊 雪肠 然后呢 丘陵 狗瓦斯 嗯 还有就是他的那些冷饮 我们现在吃的 比如说马迪尔 马迪尔这种品牌 大概就是 那个东北大阪 也是他们的吗 大宝 东北大阪 那个厂叫红宝石 好像 是不是哈尔滨的 啊 因为后来还有 东北也出来了 因为刚才说了 东北有这个特点 他外面的温度低 嗯 就冬天可以吃冰味 所以他的冷饮厂是很多的 后来 你像沈阳那边也有 冷饮厂出来 叫沈阳中阶大阪 嗯 东北大阪好像确实是哈尔滨的 呃 那个厂叫红宝石 马迪尔是100年前就有的 啊 就是 那个 那个 那个厂红宝石上里面 呃 有一个街头的地点 就叫马迪尔宾馆吧 马迪尔就是什么呢 就是 啊 马迪尔 马迪尔 他音译就是马迪尔 啊 马迪尔 马迪尔宾馆 然后 马迪尔这个 爱斯克里面嘛 就是这些东西 这是他的 还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还有 哈尔滨的这个千层饼 这个在上海也能吃到 千层饼 对 千层饼也是他们的 还有东北饺子嘛 但是这个就不只是哈尔滨了 嗯 都是东北那边的餐 对 那哈尔滨还是以锅包肉是他们的代表作啊 难怪爱骂了 锅包肉是他代表作啊 这个我 因为很多东西 东北他不分的呀 全都是全东北都有的 就锅包肉啊 对 整个东北都做啊 嗯 啊 那还有哈尔滨还有什么 炖活鱼 活鱼 你没吃过吗 那也没吃过 剩下小鸡炖蘑菇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了 对对对 然后哈尔滨呢 还有一个作家 慈子剑 那慈子剑是哈尔滨的 对 然后 俄尔古南和佑安是吧 这个 咱们之前聊过董友辉啊 嗯 这个 俄尔古南和佑安被董友辉一卖 一晚上卖了200个万册 真的 我的天 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假如一侧的板税词老师能拿五块钱的话 这直接就一千万啊 哇 所以 此之间老师笑的 何不容嘴说 这个 小董把他的 这个退休金都挣出来了 非常厉害 但是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看到就是 普通的抖音用户有多么不看书 因为这个是 这已经获奖了20年了 获奖了很多年的一个书 呃 居然大家都没听过 对吧 还得靠董友辉这样来来告诉你 呃 之前咱们聊 地方 比如聊河南 刘振云上过那个节目嘛 就是 嗯 文学的故乡 但是慈子剑是默和人 呃 但是他是 他是生活在哈尔滨市的 因为那个文学的故乡就是 拍他在 这个哈尔滨 哦 他应该很 可能逼了夜或者什么 就一直定居在 这个哈尔滨了嘛 哦 难怪 那那其实这本书是05年写的 已经过了18年 还是靠 董友辉给他带火的是吧 是 其实之前看的人不多 哦 对 是获过毛顿文学奖是吧 对 哦 那应该也是实至名归啊 对 其实董友辉他不管看过没看过 他推这些毛奖的 嗯 呃 踩坑的问题不大 当然现在毛奖也也不行了 对 什么孙盖洛什么的 我觉得也就那样 但是这个 赤字艳是肯定是可以的 但这本书其实不适合大部分人看 写的 呃 就反正这个好多人买回家也不会看的 只是 书这个东西 就是 现在社会就不看了 当装修摆那就行了 对 对吧 其实很多人买书就相当于看过了 因为这个写的是个文客组啊 这通过一个女酬长的第一人称写了个文客人的封锁 对生命的崇拜啊 我都没看过 呃 我买了我还是没看 对 这个小董还是真的是功不可没 什么时候小董把 刘编老师的笑话方法论给推一下 咱也卖了一万一万 那不行 现在没有备货 就是 现印也来得及 那写的不行 那肯定比人家差远了嘛 以后写出好的作品在 在那 都让小董 不用 这些人他推的也不是你的目标读者 也不看 啊 总之我觉得哈尔滨这个现象呢 我们并不是觉得 当然为当地人高兴 但是 大家也应该用独立的眼光去看 看待啊 不要被这个 各种自媒体就 带离了方向 觉得这好像是 因为他这么一搞 资博这么一搞 各地搞旅游都想制造 各地文旅 对 对 其实是没必要 因为大家关注度还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 就这么多人 对吧 不可能同时制造出20个哈尔滨 30个砂糖局 大家关注不过来啊 对 就是要走别的路线啊 那你还是要卡踏实实的 把当地的基础设施做好 把正常环境搞好 对吧 让人办事 当地群众办事别那么难 别办破事什么事都在找人 这是最关键的 对 什么时候把我们这个偏见能改掉 对吧 让我们这个印象改观 这个是正儿八经 当地政府其实应该做的事 对 那很多东西也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 也因为有些背离市场的东西 虽然表面上看着很红货 但终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是 对 因为一个好的旅游景点 其实也不需要你这样大力的去推 自然而然就会有不断有游客来的 比如说上海 比如说杭州西湖嘛 对 不用推啊 这个没免费 断桥都坏被踩断了 真的让你断了 对 好的 这期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扫码进群跟我们讨论 好的 拜拜 再见